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在台協會今天宣布 說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阿澤爾 將會在近日訪問台灣 而且將會與總統蔡英文會議 這次訪台行程其實是標誌著重大的歷史意義 因為自從1979年1月1日 中共與美國建交以後 從來沒有那麼高層級的白宮內閣成員 訪問過台灣 今次有衛生部長這些級數的人馬 走去訪台 其實等同於落大陸面 故此就是激到大陸生虧跳 而美國在台協會 亦交代了阿澤爾部長訪台的目的 就是為了強化美台夥伴關係 並且促進美台在對抗全球大流行疫情方面的合作 他們稱讚台灣作為一個自由和透明的民主社會 在對抗疫情的成果非凡 展現出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台灣外交部亦發出新聞稿 就說阿澤爾部長在訪台期間 將會拜會總統蔡英文 外交部長吳超洩 以及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 今次阿澤爾部長訪台 同時亦證明得到 在2018年美國國會所通過的台灣旅行法 並不是擺在備而不用 而是會付諸實行 台灣旅行法其實就是 為著美國高層官員訪問台灣 奠定了一個法律基礎 而今次很明顯地 美國和台灣就是 借助於共同合作抗疫這個議題 加強交流 而且將美台雙邊關係 推進到一個更高層次 為著在往後的日子 有更高階位的美國官員訪問台灣 踏出了第一步 同時亦奠定了 美台高層官員互訪的重要基礎 今次美國和台灣 簡選抗疫作為設入點 起碼本質上比較軟性 政治色彩不太濃厚 不過儘管這樣也好 已經足夠激到大陸大發雷霆 在今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台官方往來 這個立場是一貫明確的 中方已經就此 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汪文斌說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當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方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慎重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 和台海和平穩定 到底你中國有什麼板斧 有什麼有效反制措施 現在市政只有一個講字 你叫人家停止官方往來 人家就是要不停止 就是要訪台 那你怎樣呢 你是驅逐人家的大使 領使走 還是怎樣呢 如何嚴重損害到台海和平穩定 是否出兵 還是怎樣呢 其實說得不清不楚 基本上就是沒有辦法 你拿他沒辦法 這些就是叫做 你都沒有他扶 他要訪問 那你怎樣呢 你根本上就沒有事做到 其實是 一比就只有一個講字 另外 官媒都開始是萬戰齊發了 環球時報又出聲 然後觀察者網有一篇文章就批評 說受到疫情和經濟等問題衝擊 特朗普的總統大選選情就越加低 開始就憑打台灣牌了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就說 美國應該清醒認知 台灣牌不是那麼好打 那麼不打台灣牌 看什麼廣東牌 哈哈哈哈 十六隻難打一點 什麼就是人家打台灣牌 那到底中國有沒有一些有效的反制措施 是可以搬出來用 是去阻止得到美國內閣成員訪台 喂 到了這一刻 沒理由還收收賣賣 留回來煲噪啊 那就是有還是沒有呢 其實講到尾就是沒有 對吧 因為自從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來 中共和台灣之間的互動 已經是不斷地減少了 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 所以來到這一刻 還有什麼反制措施可言 在過去四年 什麼都已經做齊了 反而在過去幾年 尤其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 頻頻利用這張台灣牌 來刺激北京的情緒 比如說在特朗普就任總統的第一天 他就已經接聽了來自蔡英文的電話 這一趟的特賽通話 就是打破了自從中共和美國建交的37年以來的歷史紀錄 竟然間有現任的美國總統 是跟台灣總統通電話 當然 那時候已經引發到大陸非常嚴厲的抗議 後來 特朗普也是不收蝙蝠 頻頻在Twitter上 以台灣總統 來稱呼蔡英文 這方面已經不斷地刺激北京 此外在過去兩年 美國海軍艦隻穿越台海中線的行為 已經是恆常化了 而且在上個月 更加是有美國空軍的軍機 飛越了台灣本島的上空 這就釋出了非常重要的訊號 因為在過往 美軍軍機最多都是在台灣對開的外海的樹 是洗過的 面對著美國這一連串的行為 中國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只不過是通過外交部 進行嚴厲的反擊和譴責 就沒什麼可以進一步做到 這次阿澤爾部長訪台 我相信也是一樣 接著就講講另一件事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在他的微博上發佈了一條短片 這條短片主要是講述 抖音國際版TikTok在美國面對的問題 而且胡錫進還對於抖音的母公司自節跳動 作出了若干的建議 但是這些建議 就進顯胡錫進的無賴和醜惡 到底胡錫進說了什麼呢? 其實他大致上的內容就是 叫這個自節跳動公司 是不需要懼怕特朗普的 因為特朗普就是催淚忘耳 說特朗普現在唯一的考慮 就是怎樣能夠勝選連任 這樣的時候 就不需要害怕他這樣說 接著胡錫進就開始給建議 他說特朗普想要的是 收拾TikTok的完美結局 而這個完美結局 是需要有自節跳動的絕對配合的 TikTok雖然沒有辦法對抗美國政府 但是就有能力在關鍵時刻 對關鍵細節 做出一些出其不意的反應 打亂特朗普的如意算盤 這樣就有可能從被動轉為一定程度的主動 這個建議 其實就等同於叫TikTok 來干預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因為他自己說明 特朗普唯一考慮就是勝選連任 但是你叫TikTok從中作梗 對抗美國政府就做不到 不過就可以打亂特朗普的算盤 打亂他的算盤 你都說明他的算盤就是想競逐連任 這樣你豈不是赤裸裸地承認 是藉著TikTok來干預美國總統大選 無論是特朗普也好 或者是白宮幕僚也好 之前一直都在批評 TikTok在干預美國的大選 因為上一趟 特朗普搞造勢大會的時候 他那些門票就被TikTok的用戶 抵走完之後放飛機不去 那次還可以抵賴 那些用戶根本上是自己自發行為 那次就抵賴 那你這次胡錫進竟然說這些說話 豈不是給人進去 哪有這麼傻 又說出口 叫TikTok打亂特朗普的算盤 他最後那段其實都在呼應第一段 他說 現在圍繞著TikTok的事件 對特朗普不利的輿論正在增多 特朗普的選情已經很糟糕了 TikTok事件罵得越大 他就越需要一個 可以對外講成很完美的結局 來向美國社會做show 特朗普稍有不慎 這種微妙就會變成他的選票流失 所以 未來究竟是誰怕誰有出其不意的表現 這樣就很難說了 所以 其實胡錫進這種態度 也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大陸官方的意願 就是想特朗普慣低 等到他連任失敗 就是想令到拜登上台以後 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來換和目前極度緊張的中美關係 而且改變了特朗普和蓬佩奧這種對話政策 因為特朗普連任的話 這種對華強硬的政策 至少會延續四年 但拜登上台未必 故此 我也不明白為何有些華民媒體 經常亂吹 大陸不想拜登上台 因為拜登上台分分鐘會更差 拜登上台至少有機會有彎轉 但特朗普連任的話 就肯定沒有彎轉 所以哪一個候選人對中國比較有利 就已經是呼之欲出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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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